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给您分享Swift UI的视频 不过在分享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访问环境对象 at environment object 今天我给您采用的这个工程 是上一期的工程 咱们直接拿过来 上一期是什么内容 上一期咱们定义了一个全局的类 对吧 咱们看一下 咱们定义一个全局的类 然后咱们在咱们整个应用程序启动时 给它做的实力化 然后在咱们整个view页面启动时 把这个数据注入进来 对吧 那么如果咱们这个view 还有些子view的话 咱们又想让这个子view应用到全局数据 咱们会这样的一步一步的注入 一步一步的使用 这样的话会非常麻烦 也就是说 咱们一个全局类会要把它传给任何要引用它的view 咱们会一层层传下去 增加咱们的代码量 对吧 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就是说 只有我这个view想使用的时候 才会引用 不使用的时候 我就什么都不做 对吧 有没有这种写法 这就是今天要给您讲到的环境对象 有事说 咱们的这个全局APP 全局数据类呢 不用在这么一层一层的注入式的传递 对吧 大家请看这是注入式传递吗 咱每生命一个view都要把它注入进来 那么咱们该怎么做 咱们应该把这个数据 就像使用咱们系统环境变量一样 注册到系统当中去 那么哪个页面如果想引用它的话 咱们就直接从系统中读到 咱们不用从附用注入进来 这样的话是不是会 是不是更简单呢 对吧 OK 今天咱们就讲讲这个的knowhow 其实非常的简单 首先 AP类的声明 这个不用动 然后用程式引用时 用程式启动时 把这个类进行一个实地化 这个也不用动 那么在咱们注入这个地方 咱们就要做一点小小的修改了 咱们不采用这种注入参数的方式 把它删掉 那么采用什么方式 咱们采用一个叫做environment 这个修饰符 怎么我这个地方还报错了 稍等啊 咱们这个是environment 我把它拼对了 然后是object 在这个地方 咱们把这个代理的APP数据 传给它就行了 也就是说 咱们把这个全局的APP data 变成一个环境变量 这我看拼对了 environment 没问题啊 OK 这样的话 咱们这个view呢 就不用再去 我注入这个对项 我才能够引用到它 这不用了 为什么 因为咱们的全局APP data 已经变成了一个环境变量 对吧 那么咱们如果想引用它的时候 该怎么做 咱们这个地方 就不要敲什么观察者属性 这都不要敲 那么咱们敲 首先咱们把咱们APP data 先声明出来 这个还是APP data的属性 没有问题 只不过在前面 咱们再加另外一个封装器 叫做什么 叫做environment object 这样的话说明 咱们是从全局系统变量里面 去读到这个APP的数据的对象 就可以了 OK 然后咱们这个preview地方 也要做修改 对吧 因为它不依赖于这个注入对象 所以这地方这样写会报错 那么怎么写 咱们在preview对象 也像刚才一样 引用一个environment object 然后把咱们的APP data 在这个地方做实力化 然后传过来 就可以了 好 咱们command b编译一下 大家请看 编译成功 对吧 然后这样的话 如果我现在这个view 还有一些个子view的话 那么它打开子view 哪个子view 想应用到全局数据 您只要加上这一行代码 那么使用方式 和咱们一般的使用 是完全的一样 好不好 咱们马上preview一下 preview没有问题 咱们点击 这个liveview 是吧 采用这个liveview方式 行preview 大家请看 也出来了吧 数据出来 完全都没有问题 然后当咱们点击一下的话 大家请看 数据也发生改变 但是咱们操作的 就不是上期的 已经被观察到的 对象类型 而是咱们整个环境 真的是全局对象 好不好 这个是个质识点 分享给大家 因为上一期 我给您讲的 observer的对象 如果您要想 哪个view使用的话 您必须从 富view接收到它 才能够使用 今天咱们简化一下 这个逻辑 那么就是说 您哪个view想使用的话 富view不用传给它 您只要在 您的子view中 加上这么一句话 从咱们的环境中 读到这个APP data的数据 您就可以使用 这个方法 是不是更简单呢 更简单 更高效 更节省代码 今后您应该 采用这个方法 开发您的全局对象 比如说 您系统一处置化 您可能要读一些参数 处置化数据 然后做个保留 甚至是做一些 个json对象 然后您把它 做成环境对象 那么您进入 在哪个子view中 比如说您有一个 这个设置view 对吧 系统设置view 在里面做一些改变的话 您就直接 引用到这个环境变量 就能够改变 您整个系统设置 而且您改完之后 马上对其他的参照view 都是同时生效 完全的没有问题 好不好 今天这个知识点 非常的重要 推荐给大家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讲解的 咱们如何访问 环境对象 如何设置 且访问环境对象的方法 希望您能够掌握 我今天的代码 都会放到我的GitHub上去 有兴趣朋友 您就参照一下吧 好 那这个视频 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谢谢您的观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 再见吧 拜拜 谢谢 谢谢大家